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嘉宁特别主演讲述了宫女未落 凭勇往直前的勇气 机敏灵活的头脑 宽广不大的胸怀 化解宫廷上下的重重困难 最终成为相助乾隆盛世的令贵妃的故事 这是于正继工作心律之后 又一部口碑加作于正平界工作心律 曾获得第十六届亚洲电视大强最佳编剧奖 而主演杨幂凭此剧获得第十七届上海电视杰白玉兰奖最剧人气女演员 提名最佳女演员奖 而时隔八年 于正为这部剧《偶心力学》在创作初期变系新钻研《清朝历史》 参考了大量的实施资料 小到一耳三前 小两板头霸形 降纯装 大到服装设计 场景 道具的陈设等 并在创作过程中发挥其一贯的优势 进行合理且大胆 化的想象与演绎 于正更是带领团队 探访了江这一带 做传统手工艺的民间艺人 并参观考察的诸多博物馆 以权方面深入了解 当时的幅画道风貌 该具耗使近五个月的时间 花费大部分经费用来制景 实景搭建和改造的比例十四 六 一共搭建了大小场景 二百多个 像延禧宫 长春宫 楚秀宫等等 都是精心搭制高度还原 剧中演员的造型 服饰以及装容 都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改良而成 都是遵循了清朝满洲宫内的衣着服饰 而这些衣服面料不仅制作周期长 而且十分昂贵 像秦兰所饰演的复查皇后 孝贤丛皇后 在历史记载中 随和荣耀导致性格光景 平居灌宫草荣花 不易注意 因此剧中秦兰的着装大多偏清新素养 头饰也简单得体 其实 在延喜攻略中 小等功德大到妃品 太后 依众女演员都是一耳带三前的真实还原 剧组的用心也换来的观众们的认可 目前斗腕评分达6.9分 好评率54% 不管从数据上还是口碑上 延喜攻略均领先于同档期网剧以及电视剧 不管是扶摇沙海 还是刚上一等 香蜜沉沉浸如霜 都占据优势 余政这次或许真的作对了